关于足球我一无所知 大家好 这里是小强聊个球 上周末呢 武大联赛最焦点的战役 莫过于中国北方小娘的那天晚上 曼士德比 今天呢 我们就聊一聊英伦的曼士德比 在这场比赛中呢 曼联以充满争议的方式 是2比1赢得了这场比赛 但是关于必非的第一个进球 究竟是不是越位 赛后呢 也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甚至是曼联的主教练 滕哈赫都在赛后说 这样的方式输球一定非常郁闷 这个争议判法呢 甚至给了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 巨大的压力 这个足球协会理事会呢 就是现代足球规则的制定者 在昨天呢 他们专门开会研究了越位规则 是否要因为这个进球而进行改动 就仅从这一点来说啊 就足以可以看出曼士德比 在全球巨大的影响力 我是非常想给大家复盘这场比赛的 但是如果不结合视频的话呢 很多精彩的赛点都很难再现 就比如说上半场 曼城的表现并不像数据表现的那样苍白 的确是射门不多 但是无论是控制感 还是给予对手的压迫感 都是非常棒的 再比如这个曼联的精神气质啊 特别是他们的战斗韧性 在腾胜的质下呢 明显提升 而且小万这场的这个超级个人秀啊 他在后场出球非常漂亮 而且还有双后腰胖虎弗雷德 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下呢 有非常不错的这个无球跑位 这都是值得我们用战术进行分析的 但是这些表现呢 他只有结合比赛画面来说 才能让观众更加清晰的理解 油管的这个版权呢 就非常限制像我这种纯技术流 足球解说的发挥 其实倒也不是不能干说啊 主要是这样出来的话呢 给观众的这个观众体验并不是非常好 相比起来呢 像国内这种无视版权的做法呢 反而让我们这些技术流解说源呢 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这场球呢 有想看复盘的观众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关注 B站的一个足球博主 他叫好言好语聊聊球 我也会把他的关于这场比赛的 复盘视频链接呢 放在频道说明里 其实在这个信息分享的时代啊 我是从来不怕吧 优秀的博主内容 哪怕是同类竞争的博主 推荐给我的观众的 因为我的节目只需要对我的观众负责 我当然要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 毫无保留的拿出来奉献给我的观众 当然大家喜欢我 也不是因为我的知识是什么独家 而纯粹是因为喜欢我的性格 仅此而已 小强也有小强的专长 既然没有办法专注的关注这场比赛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聊一聊有关曼彻斯特的一段中国往事 说起曼彻斯特地区呢 在英国啊 甚至是全球 在近代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地方 我就先不说 莎克斯贝尔斯 莎士比亚的老家就在这里 光说工业革命 全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城市就是曼彻斯特 珍妮仿沙基 维多利亚市的红砖建筑 遍布河岸的纺织厂 这就是两百多年前曼彻斯特的样子 我说这话可不是凭空猜测 1866年真的有一个中国人去过曼彻斯特 并留下了笔记和照片 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宾春 宾春这个名字 说起来大家可能感到非常的陌生啊 的确在风云变幻的晚清 这个仅仅担任过支县的芝麻官 的确没有什么存在感 况且到了1866年呢 他已经年过六十 基本处于退休的位置 但是估计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啊 他的人生经历会因为一个人 有了一个如此精彩的结尾 我说的这个人呢 就是担任了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司长半个世纪 官从正一品的英国人贺德爵士 在解放前 北京 上海 香港 都曾有以贺德命名的道路 今天东长安街南边的台机场头条 还有上海静安区的常德路 以前都是叫做贺德路的 而香港尖沙嘴的贺德道呢 今天仍在沿用着这个名字 关于为什么上海北京要改名呢 我想也完全可以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对贺德的官方评价是非常差的 当然对于一个外国人担任中国海关总署 署长半个世纪这种事呢 本身就是个说明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好例子 那这个人呢 他一定在历史上不能是一个好人 然而无论是新中国的历史怎么贬低他 海关的数据不会说谎 1861年的时候呢 清朝的海关关税只有不到500万两 然而在贺德的打理下呢 到了1887年 清朝海关关税收入达到了2000万两 占清朝财政收支的四分之一 可以说关税成为清朝最稳定最可靠的裁员 在贺德治下的中国海关呢 他不仅比这个清朝的旧市衙门清廉 甚至在全球来说 都是当时最清廉和高效的海关 我们可以想象啊 如果这个职位不是由一个外国人担当 而是由我们中国的官员担任 那么20年的时间 他甚至都弄不明白海关是一套怎么样的玩法 更不要说建立一套清廉高效的体系了 然而这些实打实的关税收入呢 是进入清朝国库的真金白银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贺德能在这个职位上 一干就是半个世纪的根本原因吧 贺德呢 他是一个工作狂 在海关任内呢 他除了干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外呢 他一直利用对清廷的影响 推动着清朝的近代化改革 他不仅创建了税收 统计 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 而且还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 气象站 甚至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而我们的主人公宾春呢 当时正是贺德手下的文案 1866年啊 距离清朝被英国舰队轰开国门 已经过去了26年 然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呢 即使是咸丰被打到被迫被逃到了承德 也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中国梦里 虽然迫不得已接受了外国公使驻京的要求 但是大清国从上到下都把它视为奇耻大辱 而派遣驻外公使啊 那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之所以不派遣使团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子问题 虽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呢 大清国被揍到底裤都丢了 但是奇怪的是呢 这个国家从上到皇帝下到民众 却对西方保持着一种毫无来由的心理优越感 无论是英法美还是德意日 也无论你多么船坚炮利 在我们这里呢 统一只有一个名字 那就是蛮夷 因为从上到下都执着于国际秩序 以天朝为中心的异想呢 所以中国政府把西方外交平等的基础原则 视为是一个奇耻大辱 这个不仅是官方没法接受啊 在民间也是不可接受的 关于这个问题呢 赫德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并不了解外部世界 他相信如果能让中国人走出去看看啊 知道西方世界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 就会促使清王朝从上到下改变这种盲目的自大 之后呢 也才有可能渐渐加入到文明世界 于是呢 他就多次上书清政府 请求派出一个出国的考察团 可以暂时不以这个官方名义啊 正式的出访 仅仅是以这个考察调查的目的 他的这个建议呢 得到了公亲王一心 还有这个洋务派大臣李鸿章的大力赞成 于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诞生了 其人宾春呢 也成为中国第一个跨出国门考察的官员 按说啊 这个公废出国考察这么好的差事啊 原来是轮不到七品芝麻官宾春的 但是当时清朝的皇亲国戚呢 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 他们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出国 所以这个美差呢 才轮到了这个一般官员来担任 但是要真正选一个合格的考察团团长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第一条呢 是因为真正有前途的官员 肯定是不愿去的啊 前文讲了 这是一个非常丢脸的差事 可能对自己的仕途产生不好的影响 第二呢 如果是随便选一个人 他什么都不懂 出国后闹了笑话呢 他丢的是大清国的脸 也是肯定不行的 第三呢 这个人呢 必须是一个九经考验 立场坚定的儒家正统战士 否则被这个洋人洗脑童话 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选来选去呢 62岁的宾春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他的年纪的确是大了一点 但是大呢 他代表着稳重 而且宾春是一个奇人 他绝对不会变心 他跟着贺德做过两年秘书啊 这个中外的礼仪规矩也都懂一点 不会闹出什么太大的笑话 最重要的一条呢 是宾春的官位不大 万一出了问题呢 一切都好斡旋 于是呢 历史上著名的宾春考察团 在1866年3月7日 在北京正式出发 随着宾春和贺德同行的呢 还有京师同盟馆的三位学生 和宾春的儿子 在宾春出发前呢 他的朋友和家人呢 觉得他的这次出访啊 就像是苏武出使匈奴一样凶险 光从这一条来看啊 足见当时中国人的闭塞 然而到了国外之后呢 宾春才发现什么叫做井底之蛙 在法国马赛 他第一次见到了电梯火车 自行车电报 还有显微镜 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呢 这座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工业城市 让宾春大为震撼啊 在他汇报的邮寄承查笔记中 详细的记载了曼彻斯特纺织厂的盛况 中华及印度美国棉花 皆急于此 所知之不 发于各路售卖 知机万丈 刻不停缩 正是在曼彻斯特的照相馆里呢 宾春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在赫德的安排下呢 宾春一行在欧洲历时四个多页 先后游历了法国 英国 比利时 荷兰 丹麦 挪威 瑞典 芬兰 俄国 普鲁士等11个国家 来自东方的这个神秘国度的非官方使团呢 在各个国家都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招待 也引发了当时欧洲各国民众极大的好奇 可以说宾春真的是不需此行啊 这一路呢 他去过了凡尔赛宫 白金汉宫 斯德哥尔魔王宫 据说呢 英国女王还亲自召见了他 回国之后呢 宾春仔细整理了这四个月的游记啊 写成了一本承查笔记上交给朝廷 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然而呢 当时从上到下的官员却对这本屁股歪了的书呢 是大肆批判 其中呢 最犀利的评语还得说是咱们清流派的扛把子 翁同和 在他的日记中呢 庄严的说道 宾春 就是个在总理衙门当差的 前几年坐船去过几个欧洲国家 回来后写了本书 书中圣赞养鬼子的奇迹银巧 而且呢 最大逆不道的是 他在书里竟然敢称外国的部落酋长为皇帝 还管外国的官员叫公侯贵族 真是个认贼做父的大汉奸 说真的 翁同和 这真的是外外DS 因为他的屁股坐得正 我们官方的历史上对翁同和那是圣赞有加 而对于把标点符号引入中文的宾春来说呢 作为历史错误的一方呢 早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正是有了宾春开的这个好头呢 清朝对外交流渐渐增加 预备立宪前呢 甚至派出了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可惜啊 这个时候留给爱新觉罗家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等他们出国学到的东西还没来得及用呢 大清就亡了 宾春跟曼彻斯特的这段往事呢 也渐渐被掩埋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转眼150多年过去了 曼彻斯特经历了沉重的工业城市转型 如今以凭借金融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呢 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曼联和曼城的比赛更是成为全球球迷的盛宴 再看看我们天朝如何呢 看起来仿佛还不错 GDP越居全球第二 外出旅游呢 对于老百姓来说变得非常简单 每年呢 有大量的年轻人出国留学 看起来似乎中国人已经完全融入到了现代文明世界 再也不会发出像宾春那样相巴佬的感叹 赫德当年呢 希望中国人走出去看世界的愿望 我想已经完全实现了 然而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越是了解西方 越是不认同西方呢 为什么很多的90后00后大量成为小粉红 义军突起呢 为什么战狼式的外交能获得那么多国人的赞许和认同呢 王守仁有句话说得很好啊 叫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 小强认为呢 根本的原因出自于天朝的教育体系 在这里呢 我要借用徐老师在统治与教育里的一段话来说明 现代的国民教育 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呢 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 更有自我统治能力 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者党民教育时呢 可以让人民变得更愚昧 盲从 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 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愿望 教育呢 它是一个美好的词 它的存在呢 就是为了让人们明白道理 而伪装成教育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呢 它的本质是一剂毒药 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人想要控制和支配人民的权力欲望 而这种欲望呢 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压迫 奴役和专制 也正是在这种教育下呢 虽然国人剪了辫子 识了字 出了国 上了网 但是本质上 与晚清的百姓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以上呢 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 马上就要过年了 小强在这里呢 也祝福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收到恭喜 運勿来 地表 努力